清朝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才赢得并保留下这一片如此理想的广阔领土 清朝鼎盛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它不仅以强大的武力开疆土土 还通过一系列管理制度 成功将广袤的边疆地区纳入有效统治 今天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探究清朝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下 建立起一个摇阔帝国 不禁感叹其卓越的治理能力 清朝在其鼎盛时期 江域面积超过1350万平方公里 几乎囊括了所有受中华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 这片江域几乎达到了扩张的极限 四面环绕着高山 河流等天然屏障 构成了防御外地的天然屏障 东北部 清朝以长白山为界与朝鲜接壤 朝鲜由于与中国的深厚历史渊源 被历代皇帝视为藩属国 清朝并未试图吞并他 朝鲜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状态 但仍是清朝影响力范围内的盟国 北部 在与沙俄的交界处 外星安岭和西萨燕岭形成了天然屏障 再往北则是气候严寒 不是以人类生存的西伯利亚荒原 这些极端地理条件 帮助清朝避免了北方大规模的军事威胁 西北部 以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为界 中亚最富饶的伊犁河谷 由清朝的伊犁将军管辖 如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土 当时便位于清朝境内 西南部 西马拉雅山脉成为西南的重要战略屏障 西藏在清朝的统治下 设立了驻藏大臣 成功将其纳入帝国版图 将于扩大只是一个开始 如何有效管理如此广阔的领土 是清朝面临的重大挑战 与之前的汉唐不同 清朝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控制手段 确保了中央集权的深入推进 在中国历史上 汉朝和唐朝虽然将于辽阔 但在管理边疆地区时 大多采取机密政策 即中央政府只在政治上 对这些地区有一定影响 地方事务则由当地部族首领自行管理 这种模式使得中央权力在边疆的影响力有限 容易导致分裂和独立 清朝吸取了前朝的教学 实施了一系列直接管理措施 极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具体来说 在东北设置了圣经、吉林、黑龙江将军 将满洲的辽阔地区 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 确保了与俄罗斯等外来势力的有效对抗 在西北和西藏 设立伊犁将军和铸藏大臣 分别管理新疆和西藏地区 这样一来 边疆不再是松散的自治领地 而是直接受中央控制的行政区域 在云贵等少数民族地区 清朝废除土司制度 实施改土归流 直接派遣汉族官员进行治理 强化了中央集权 这些措施有效确保了清朝对边疆的统治 并且巩固了清朝的国防 防止了地方势力的独立或叛乱 即使到了晚清时期 虽然内忧外患不断 但凭借这些制度 清朝依然维持了相对完整的领土 为民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不仅通过军事手段 打下了一片辽阔的疆域 更凭借其独特的管理制度 使得这片疆域能够长久维持 正是这种治理模式 奠定了清朝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 与边疆管理体系 无疑是其成功的关键 即便在其衰落时期 清朝仍然为后世 留下了1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成就